金曲奖如火如荼的开幕了 我们看到红毯上面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他们的打扮都让人觉得非常的惊艳 而有号称神话一哥的肖敬腾 担任主持人 也是让人家非常的期待 他和这些获奖人有什么有趣的互动 现在让我们一起看一下金曲奖的画面 第29届金曲奖颁奖典礼于23号完美落幕 今年由多才多艺的老肖肖敬腾主持 红毯上以身V西装尬上徐若萱的鲍如洋装 成为红毯两大焦点 肖敬腾也大秀除了唱歌以外的特殊才艺 诚意满满展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典礼心事 也以平均收视4.9的好成绩 创下三年来的收视新高 本届竞争相当激烈的歌王歌后 由陈奕迅三度拿下金曲歌王宝座 并夺得年度最佳专辑奖 最佳国瑜女歌手则由石家营 击败劲敌张辉妹成为本届金曲歌后 后来又马上以心理学获得最佳国语专辑奖 两人各自接连夺下两项大奖时 都表现得难以置信 徐家营还兴奋到转身亲吻导演男友 比尔甲大大放闪 谢谢 支持时间已结束 我最想说的是 台湾的朋友 台湾金曲奖的评审 一直其实对陈奕迅都非常非常的 有非常多的厚爱 我应该最应该做的事情是 在舞台上很专心很忠心的唱歌给大家听 我真的会继续努力 然后我会把今天两个奖的奖金都捐给 流浪动物保护相关的机构 我会尽我所能的去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而本届的红毯收视王卢广仲 以贤雅拿下最佳作曲人奖与年度歌曲奖 茄子弹则拿下最佳新人奖与最佳台语专辑奖 入围六个奖项的JJ林俊杰 虽然全部共沟 但在典礼上演唱的经典歌曲串烧 也算是稍稍安抚了歌迷碎满一地的玻璃心 因为我活在西边却拥有半个白天 一到五月四就埋怨